口罩到貨 超商店員用塑膠袋小心分裝 但似乎太滑不好拿取 而且這口罩方向裝錯邊 正確方向應該是 口罩平行放進分裝袋 避免與空氣接觸 政府初次宣布 連續三天 每天釋出600萬遍口罩 到超商通路販售 一早就有民眾搶購 因為藥局有跟我說 2月5號 就是口罩才回來 所以在那之前 只能省著用 全家便利商店 各分店一天進貨500片 同一超商分店進貨250片 奈爾夫依照分店規模 進貨約500片左右 每人限購3片 1 2 3 實際直擊靠近市區的超商 28號晚間口罩進貨250片 但隔天上午8點 只剩約150片 等於一個晚上 就賣出了上百片口罩 公司附近或是家裡附近的 便利商店都缺貨 對 然後早上看到新聞 就來買了 賣完了 一個三個就賣完了 對 工業區附近超商更誇張 前一天下午口罩剛進貨 就全賣光 還有網友PO文 口罩價格政府賣一片8元 等於銀河就要400元 漲價一倍 應該大量評價釋出才對 欺可帶頭烘台 我覺得偏貴一點 因為正常不是應該 在6塊上下嗎 也只能買 因為你根本沒有地方 可以買其他的口罩 隨著疫情持續發燒 政府單位釋出口罩截套 依舊有亂想發生 相關配套措施 恐怕還得再更仔細 接下來下面 林永明台北採訪報導